5亿美金军援前所未有 美国声称将驻菲律宾遏制所谓非法侵略 强调定期接触 持续军事捆绑 深度嵌入美印太部署的菲律宾 打错了什么算盘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遇袭身亡 哈马斯称暗杀系以色列所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将做出严厉回应 哈尼亚之死将如何加剧中东乱局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 我是小雪 大家好我是蒋成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 就推进现代边海空房建设进行第16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推进现代边海空房建设 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是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 对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立足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全局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把握边海空房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 强化使命担当 创新思路举措 狠抓工作落实 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房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 军队文职人员 民兵预备役人员 致以节日的祝贺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黄继中同志 就推进现代边海空房建设问题进行讲解 提出工作建议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 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 边海空房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 国家安全的重要门户 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 要坚持系统观念 强化全局统筹 提高卫国戍边整体能力 要协调推进边海空房建设 和沿边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共建共用 打造既能有效维护安全 又能有力支撑发展的边海空房建设格局 要强化科技赋能 管理体制 完善跨军地协调机制 加强相关法制建设 确保边海防各项工作规范有序 顺畅高效 习近平强调 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雇防优势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地方党委和政府 要强化国防意识 认真履职尽责 不折不扣 落实好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各项任务 7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今天出炉 7月份因为传统生产淡季 市场需求不足 以及局部地区高温洪涝灾害 极端天气等因素 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制造业PMI为49.4% 比上个月略降0.1% 具体来看 生产指数为50.1% 生产继续保持扩张 新订单指数为49.3% 显示市场需求有所回落 从企业类型来看 大型企业PMI为50.5% 比上个月上升0.4% 说明大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稳定 为制造业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49.4%和46.7% 景气水平均有所回落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连续通报 对4名中管干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 其中中国石油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怡林 被开除党籍 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通报指出 王怡林长期结交政治骗子 并被其利用对抗组织审查 违规输入理经 大搞全钱交易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此外 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戴道静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苏增天 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西藏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 副主席王勇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三人所涉嫌犯罪问题 均移送检察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进入焦点对话 美非2加2部长级会谈 与当地时间的30号 在菲律宾首都马里拉举行 那么会谈宣布 美国将向菲律宾提供 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这个数目前所未有 这是马尼拉首次主办两国之间的外长防长会谈 按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说法 5亿美元资金将用于帮助菲律宾实现军队和海警的现代化 加强菲律宾遏制所谓非法侵略的能力 其中1.28亿美元是拜登政府向国会申请的用于美非加强国防合作协议项目拨款 将用于建设开发及改造现有的美助菲军事基地 以进一步支持美非武装部队之间的联合训练演习和互操作性 美国防长奥斯汀表示 这一资助水平前所未有 体现了美国对菲律宾的明确支持 强化网络安全能力也作为优先事项 美国将提供培训 支持非武装部队建立新的网络司令部 此外双方还寻求达成一项新的实时信息共享和国防技术合作关键协议 该协议将允许美国向菲律宾提供高级情报 和包括导弹系统在内的更先进武器的使用权 布林肯和奥斯汀还保证 无论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如何 美国对菲律宾的承诺都不会改变 针对美方军员5亿美元以加强非方的国防能力 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 无权介入中非两国之间的涉害问题 非方也应清醒地认识到 拉拢与外国家在南海挑动对抗 只会破坏地区稳定 加剧局势紧张 试图引入外部力量 维护自身的安全 只会导致自身更大的不安全 甚至沦为别人的棋子 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请到的是 特约评论员杜文龙 同时在线的还有国际问题专家杨锡宇 杜先生请教你一下 这笔5亿美金的军援 很大部分是用于建设美筑非军事基地 以及双方军队的联合演训等 那么您怎么看美方所谓帮助菲律宾背后的 它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 另外年底要达成的情报共享协定 看似为菲律宾从美方获取情报和武器 行了方便 背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盘算 前所未有的5亿美元支持 与其说是提供给菲律宾 倒不是说是美国自己要使用 从基本用途去分析 首先要提高美在飞基地的作战能力 你包括对机场港口码头 包括其他设施进行维护 包括今后跑道长度 防空反导武器装备 如果这些能力得到强化之后 在菲律宾的美国基地的作战能力 包括进攻防御能力都会大多提升 所以这一点跟菲律宾武装作战部队能力提升 没有半毛钱关系 主要是提高美国在南海的存在感 在南海的控制能力 其次是要提高所谓的情报共享能力 如果按照刚才您提到的 组建网络司令部 组建情报共享机制 这样菲律宾就成美国在南海的大耳朵和大眼睛 如果通过情报共享 把菲律宾侦测到的各种情报系统 向美国实际传输 或者是在美国帮助下提高情报的侦查能力 这样美国之间在情报交流方面 将会达到非常高的状态 甚至可以实时进入作战方案 另外这笔钱最大的目的就是 培养菲律宾当打手的能力 如果按照刚才消息所提到的 提供导弹 然后提供海警作战能力 那说明今后美国武器装备 特别是有针对性的对空武器 包括对舰武器 以导礁作战武器装备 将会成为主角因素 所以这笔钱的实际用途 还是在南海形成所谓的桥头堡效应 好谢谢杜先生在美非二加二会谈举行之前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总统府会见了布林肯和奥斯丁 他声称菲律宾要与美国需要定期的进行接触 从而帮助菲律宾灵活应对中国和相关的海上紧张局势 马克思此般表态也得到了美方的回应 在会面中布林肯和奥斯丁重申了美国在南海 对菲律宾的所谓坚定承诺 布林肯还表示在菲律宾举行的二加二会议 体现了美非持续的高层接触 事实上美非近期不仅接触频繁 还不止一次操弄南海议题 6月下旬 奥斯丁在同菲律宾防长通话时 拱火中非南海争端 宣称美国将继续支持菲律宾 捍卫所谓主权权利 上周马克思发表任内第三份国情咨文 也继续炒作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 所谓利益和立场 宣称菲律宾不能屈服和动摇 并将在不损害自身立场和原则的情况下 找到所谓缓解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法 美国媒体最近援引一名 美国高级国防官员的话说 美国在所谓的印太地区 进行了军事部署的升级和修订 是为了实现该地区军事部署的现代化 而菲律宾是其中的核心 目前美国在菲律宾驻军的基地 已经增加到了九个 美印太司令部提出 2024财年 要在这九个基地推出 34个建设项目 此外为了检验实战效能 新增的四个军事基地中 有三个参与了上半年举行的 美非最大规模兼并兼联合演习 那么其中位于巴拉巴克岛和 吕宋岛的基地 分别靠近南海和台海 借助兼并兼演习 美军还将能够用于发射中程导弹的 踢封系统 那么首次部署到了吕宋岛 菲律外长马拉罗近日宣称 美在飞部署中岛是为了增强 飞自身的防御能力 而飞有任何的进攻目的 好继续的我们来请出两位 请教一下杨先生 我们注意到美飞有关南海的最新的表态 那么距离中非就管控仁爱交局势 达成临时性安排 不过去了一周的时间 那么这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 杨先生 美飞关于南海问题的最新表态 一方面暴露出美国通过拱火中非南海争端 来实现它重返菲律宾补短板的战略意图 另方面也反映出菲律宾政府 企图依靠美国对华搞两手策略的小算盘 从美国的角度我们知道 二战结束以后 美国在菲律宾建立了 它在亚洲最大的空军基地和最大的海军基地 比日本的都大 那就是卡拉卡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 但是1991年 那菲律宾爆发了推翻马克思家属独裁统治的革命 同时那菲律宾人民也通过立法 就把这个长期驻扎在菲律宾的这个庞大的美国军事基地全部收回 把一万五千多名美军全部赶走了 就是不能在菲律宾常驻美军 这就使得美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那个第一岛链出现了所谓巨大的漏洞 那么多年来美国一直在通过政治经济法律乃至军事等各方面的手段 怂恿菲律宾在南海搞海洋扩张主义 目的呢就是为了通过加剧中非的安全矛盾 然后把菲律宾再重新绑回到美国的战层上 加深菲律宾对美国的安全依存度 那么这样才能推动美军的重返 这个美军基地重返菲律宾 刚才你讲到的美军已经有九个基地恢复在菲律宾了 实际上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收获 那么最近呢中非就管控仁爱交局势达成临时的安排 那么为南海问题降温和平解决问题打开大门 这个同美国重返菲律宾的战略是相比所的 所以它在加大骨火力度 那么从另一方面呢 菲律宾在法理上实力上 没有办法持续挑战中国的南海组建权益 所以不得不通过谈谈来做中国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但是马克思政府又不肯放弃他的南海的错误政策 因此就对华打美国牌出现了这种两手策略 利用美国来玩两手策略的这种表现 好的 谢谢杨先生 那么关于美在非部署中岛 菲律宾的态度呢也十分的微妙 那么这个月初啊 菲方就说IA系统将被撤离还给美国 而最近的表态又说呢 这是为了增强非自身的防御能力 那么请教一下杜先生 你怎么看 菲方的这个姿态 第二个 撤还是不撤 对菲方来讲 还是个问题吗 对地方系统 菲律宾的态度是欲走还流 但目前看呢 流的可能性比走的可能性要略大一些 菲律宾认为 如果有美国的地方系统部署在旅宋岛 这样对南海台海有覆盖能力 同时对中国大陆有威慑能力 所以在目前那个状态下 通过引狼入室 包括引美抗中 他认为呢 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下一步地方系统走不走 总的感觉呢 菲律宾包括美国 想把地方系统当成老赖 如果在旅宋岛部署 下一步不排除在其他点位部署 因为这个地方系统的战斧导弹 包括标准6导弹 能够打击陆上目标 能够防空反导作战 所以今后如果在旅宋岛增加部署 在巴拉旺岛增加部署 这样控制能力 打击能力都会成倍提高 第二有可能会部署超级老赖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把超高声速武器 装备试验成功 而且射程从之前的2700公里 提高到5500公里 如果在菲律宾旅宋岛 包括南部地区部署如此射程的 中导武器装备 特别是超高声速武器装备 那么以菲律宾作为桥桑堡 对周边火力打击范围强度 都可以得到成倍提高 好的 谢谢杜先生 关于撤和不撤 一直是纠结的问题 因此也看到菲律宾的政府 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 一会儿要降温 一会儿好像又退到了原来的立场 让人感觉到朴朔迷离 所以这些当中 我们就特别关注布林肯最近的一些动向 实际上这次美国与菲律宾最新的一轮互动 也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任内 第18次亚洲行的其中一环 分析认为说 美方与地区盟友进行密集的接触 凸显了拜登政府 继续推进所谓的印太战略 推进大国竞争的战略图谋 布林肯此行 先后到访老挝 越南 日本 菲律宾 新加坡和蒙古 这样的行程安排也被舆论描述为 是围绕中国进行的苗边访问 伴随布林肯的出访 美日二加二会谈 美日韩房长会 美日一二外长会等一系列双多边议程 也紧锣密鼓地展开 在美国的主导下 相关议程恶化意味明显 以美日外长 房长 在东京举行的二加二会谈为例 不仅恶意攻击中国的外交政策 国防建设 南海等问题 还宣布了一项驻日美军司令部的重大改革计划 即设立统合军司令部 被外界认为有针对台海和南海的意图 本周一举行的美日一澳四边机制外长会 同样反映这一趋势 四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声明 大肆炒作东海 南海局势 以所谓自由开放印太为名 煽动阵营对抗和地缘竞争 作为美国竭力推动美日飞三边合作的一部分 日飞安全合作也取得进展 双方于本月8号举行了第二次二加二会谈 签署互惠准入协定 为两国军事人员互访 开展联合军严 乃至扩大防务合作 大开方便之门 此外 美日韩在举行防长会后 也就强化情报共享 联合演训等领域的制度化合作 达成协议 好 我们继续连线杨细雨 杨先生 布林肯在老挝与王毅外长会见的时候 当时还说呢 美方是积极的致力于要稳定美中关系 愿意管控好双方的分歧 避免误解误判 但是一转头呢 又把主要的矛头对准了中国 这暴露出了美方在区域安全策略上 怎样的一个双重标准 美国在亚太打造的盟友体系 又会给地区的安全局势买下怎样的陷阱 这暴露出美国的这个短板 也暴露出美国的图谋 所谓短板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称霸全球呢 是沿着三条战线展开的 就是大西洋战线 大中东战线和太平洋战线 那么由于这个俄乌冲突长期化 和中东危机扩大化呢 美国已经深陷两线卷入的困境 因此它的困境在于 要极力避免三线作战 所以在对华政策上 它有个底线 就是要竞争 但是不能有直接冲突 不能失控 因此就搞得所谓的叫 有管理的战略竞争 也就是说呢 一方面要加强动中国的对话 管控美国跟中国 不能直接爆发冲突 但是毕竟呢 美国的全球三线战略呢 重点是在印太地区 而印太的重点 又是在西北太平洋 也就是中国所在地区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一方面加强 努力管控中美关系的风险点 不要爆发美冲直接通突 但同时呢 也一直在积极调动和组织 本地区域内域外的国家 介入插手南海台海半导等热点问题 目的呢 就是要通过不断的拱火 保持地区热点 适度紧张 那么达到它对华施压的这种最大化 又不能失控 同时呢 这又使得越内外的盟国对美国的军事益胜度 能够进一步的增加 这样的双重目的 这样的这种政策呢 给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 带来了持久性的威胁 好 非常感谢杨先生带来分析 打造一系列的小圈子 美国呢 是将他国的战略安全 作为维护自身霸权的牺牲品 这同地区长期和平繁荣的愿景 背道而驰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 稍后您将看到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 在德黑兰遇袭胜亡 哈马斯称 暗杀系以色列所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 将做出严厉回应 哈尼亚之死将如何加剧中东乱决 进入全球眼 被外界视为哈马斯一号人物的 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 伊斯梅尔哈尼亚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袭身亡 那么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 当晚哈尼亚住在德黑兰北部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宾馆 凌晨两点左右 有爆炸物命中哈尼亚所在的楼层 报道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哈尼亚是被导弹击中的 他的一名保镖也在袭击中上升 那么哈马斯方面认为凶手就是以色列 并誓言要报复 那么伊朗方面称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将很快公布结果 预计前一天哈尼亚刚刚参加了伊朗总统 佩泽西齐扬的宣誓就职仪式 那么当天他还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会面 那么目前以色列方面 并非承认或者否认与哈尼亚之死有关 那么仅以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张哈尼亚的照片 并在上面标注着被清除的字样 需要指出的是 作为哈马斯核心领导人 新一轮巴尔冲突爆发以来 哈尼亚一直是以色列的头号统计对象 61岁的哈尼亚 1963年出生在加沙地带的一个难民营 1987年再读伊斯兰大学期间 哈尼亚成为哈马斯成员 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西遇袭后 哈尼亚进入哈马斯核心领导层 2006年 哈尼亚出任巴勒斯坦历史上 首位哈马斯总理 不过 哈尼亚上台执政后 巴勒斯坦遭到以色列和部分西方国家的封锁 政治 财政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为了走出困境 哈尼亚和阿巴斯一致同意 组建民族联合政府 但好景不长 2007年 哈马斯与法塔赫爆发冲突 阿巴斯解除了哈尼亚的总理职务 2017年 哈尼亚当选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 并从加沙地带 迁居至卡塔尔 自2020年以来 哈尼亚一直在卡塔尔多哈 开展筹集资金 政治宣传等活动 多年来 哈尼亚一直是以色列的头号通缉对象 西伊伦巴以冲突来 哈尼亚的多名亲属 邂逅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 其中包括他的姐妹 三个儿子和几个孙子 去年11月 在对加沙地带开始地面战后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 已只是摩萨德 暗杀所有哈马斯领导人 哈尼亚遇袭之前 被外界视为 哈马斯政治局二号人物的阿鲁里 是以色列本轮暗杀行动中的最大成果 目前 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领导人 也被认为是 哈尼亚继承者的辛瓦尔 下落不明 西方舆论称 他正处于逃亡状态 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请出在北京演播室的特约评论员杜文龙 在上海的演播室 我们请到的是 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副研究员金良祥先生 那么首先想问一下杜先生 那么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 哈尼亚是被导弹集中的 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来讲 要完成这么精准的导弹击杀 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来了 如果是以色列干的 以色列到德黑兰相距超过1500公里 中间你看隔着里巴顿 叙利亚 伊拉克等几个国家 那么这样子的袭击 是靠怎样的一种手段来进行发动的呢 杜先生 在防范严密的第三国首都 对目标进行定点清除 难度的确很大 要想实现如此精准的清除 至少有这样三个条件 首先是精确的情报能力 空袭行动发生在凌晨两点 也就是说呢 对哈尼亚全天的行踪地点 包括行踪路线 有非常详细的掌握能力 就像当年在伊拉克对苏联曼尼将军 进行打击行动动那样 所以情报不光要有很强的 大范围的这个侦探能力 还有实时的定位能力和打击能力 所以这点呢 跟以往的情报支持不太一样 第二呢 有强大的突防能力 如果刚才您讲的 越多国的领空实施各种空袭行动 那么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 要么就是从美国刚刚拿到的 F35战斗机 它有隐身能力 这些国家雷达 如果对隐身目标 没有发现预解能力 很有可能对目标的感知能力 会大度下降 第二不排除是大型无人机 如果在高空采取无人机飞行 使用机载武器装备进行攻击 也能够起到眼人耳目的这种作用 第三呢 是强大的毁伤能力 如果同时在建筑物内爆炸 那么它武器装备的选择 要么就是F35发射的 AGM-158系列的联合攻击导弹 或者是GBO-39系列的小直径大弹 或者是无人机发射的各种导弹 也说明呢 如果能够在狭小建筑物 对点目标进行高效射杀伤 这几个条件必须要满足 好 谢谢杜先生 很显然根据杜先生的分析 这个空对地的实施打击的可能性 会比较大一些 刚才杜先生分析的时候 特别提到 伊朗它是防范严密的一个国家 那么对于伊朗来说 哈马斯的领导人 在参加该国总统的就职仪式之后 在德黑兰被暗杀 那就无疑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 那么伊朗该怎么样来回应 这样的挑衅行为呢 这也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伊朗政府今天发布公告称 哈尼亚的身亡令人悲痛 这次暗杀行动 是以色列犯下的又一可使罪行 暗杀行动发生于伊朗新总统 开始履职之际 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 公告表示 从今天起 伊朗为哈尼亚举行围棲三天的公共哀悼 并将于8月1日 在德黑兰为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发表声明称 哈尼亚的遇难将加强伊朗与巴勒斯坦 以及抵抗阵线之间深厚的牢不可破的关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则表示 伊朗及抵抗力量将就此事做出严厉且大规模的回应 分析认为 不在伊朗境内攻击哈马斯领导人 曾是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具有默契的红线之一 哈马斯领导人及代表 一直在伊朗公开活动 但近年来 以色列特工多次在伊朗实施暗杀 对象主要针对核科学家及有关人员 今年4月 在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 导致伊斯兰革命卫队多位高级将领身亡后 伊朗曾对以色列本土发动象征性的无人机攻击 但双方军队升级局势表现克制 最终没有样成全面战争 除了伊朗方面反应激烈 多个国家也是纷纷对哈尼亚之死 做出了表态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当天就发表声明 谴责这一卑鄙的暗杀行为 并且呼吁巴勒斯坦人保持团结 俄罗斯和土耳其外交部也发生谴责 认为这场暗杀将导致紧张的局势进一步升级 并且对加沙的停火谈判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 相比之下白宫的反应很是低调 白宫的发言人说白宫已经看到了相关的报道 但是拒绝立即发表评论 而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防长奥斯汀 以一句无可奉告来回应了媒体 关于美国是否事先被告知 以色列实施此次暗杀行动的提问 但是他强调如果以色列受到攻击 将会帮助保卫以色列 好我们接下来要跟金良祥先生一起来投论 金先生你看 这个哈尼亚他被袭击的时间和地点 都是非常微妙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舆论都认为是以色列干的 您认为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 还有就是如果是以色列干的话 你觉得美国知情吗 刻意挑在这个时候来出手 不惜是公然要激怒伊朗 以色列又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觉得这种在正式答案出来以前 在伊朗正式公布答案之前 我们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以色列做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可能更大 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媒体这个报道都指向了以色列 那么我在想这些报道也不是讲没有根据的 比如说以色列恐怕在这个地区没有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组织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实施这样的行为 这是其一 然后呢就是也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力量 跟哈马斯有如此深的这个仇恨 那么同时呢以色列在过去呢 也把他的这个定点清除呢 作为一个具体的一个战略 那比如说他清除过哈马斯其他的领导 清除过这个里巴能正式党的这个领导人 也清除过伊朗伊斯拉革命卫队的一些力量 那么你提到他为什么是在伊朗 而且是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以色列在这里 实际上是有一个隐含的目标的 他的这个隐含的目标一直是没有公开讲的 其实就是利用这个机会 巴以冲突的机会是削弱伊朗 就是拉伊朗下场 又使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 一劳永逸的帮助以色列解决伊朗威胁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次呢就是内坦尼亚侯去了美国 去了美国呢 那尽管是美国的行政系统对以色列是有很多的不满的 但是伊朗 以色列是得到了美国国会的承诺的 就是美国国会重申对以色列的这个支持 这个实际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内坦尼亚侯 采取这样一个激进的行动 那您认为伊朗它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展开报复呢 我个人认为呢伊朗可能会采取更为猛烈的 但仍然有克制的一种报复行为 那么无非几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它仍然会鼓励胡塞武装 鼓励黎巴南政策党 还有中东地区其他亲伊朗的武装力量 对以色列进行骚扰 这是一种可能性 另外一种可能性就直接对以色列实施军事打击 那么这种可能性呢 实际上是4月份已经有过一次 在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出叙利亚大使馆以后 伊朗对以色列进行了报复 但这个报复是伊朗是告诉了美国和以色列 所以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网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就是伊朗是想要警告一下以色列 那么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发展呢 那这次伊朗对以色列这个报复可能会更为猛烈 所以接下来会怎么来反应 你会持续的观察 对 好我们稍后继续再来聊 那本轮的白蚁冲突爆发以来 哈尼亚一直被视为是国际调解人的关键对话者 他的遇袭身亡又会对停火谈判 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美媒指出 哈尼亚掌管着哈马斯的国际关系事务 在加沙停火谈判中发挥关键作用 哈尼亚曾对外阐述 哈马斯的谈判诉求及永久停火 以方撤军 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 允许人道主义救援 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地带 今年4月 哈尼亚前往土耳其 与埃尔多安谈论加沙停火谈判事宜 从土耳其离开后 哈尼亚在接受美媒采访时 还表示若能落实两国方案 哈马斯愿与以色列停火 并解除武装力量 上个月 哈尼亚表示 如果以军从加沙地带撤出 愿意达成拜登政府提出的 停火三步走协议 本月初 哈尼亚还与卡塔尔和埃及的调解人接触 讨论如何结束加沙地带的冲突 上周 哈马斯在北京与巴勒斯坦 其他的13个派别签署结束分裂 加强巴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 再次为加沙地带 尽快实现和平注入能量 好 我们继续来讨论 今天你看 作为哈马斯内部相对的温和派 还有务实派 也是一个和谈的关键人 哈尼亚之死 他会在加沙停火问题 或者说整个中东局势下部的发展上 带来哪些连锁反应 我认为加沙停火谈判会暂停 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 一直认为 以色列实际上是不想停火的 但是一直是指在哈马斯拒绝停火 以色列其实他的真实的目标是 保留 永久性地保留对加沙地带和越南西 和西岸采取军事行动的这个权利 这个实际上是他不想停火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暗杀 哈马斯领导人这个行为 就迫使哈马斯主动提出来 我要退出谈判 那么这样的其实以色列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了 但是话说回来 我认为啊 就是中东地区这个形势 在这一波以后可能会更加的危险 因为哈马斯背后呢 他其实不仅仅有伊朗和伊朗支持的 这个一些这个胡塞武专 黎巴南郑主兰 还有一个中东地区 还有一个亲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 亲穆斯林兄弟会的力量呢 就是包括这个哈马斯 包括土耳其还有的卡塔尔 所以我想这些力量呢 都可能会采取一定的行动 是 接下来局势还会更加的复杂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中东的局势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巴黎奥运会的赛况 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举行的自由是 小轮车女子公园赛的决赛当中 中国选手邓雅文以出色的发挥 拿到了全场最高的92.60分 多得了冠军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 获得的第八枚金牌 也是中国队首次在这个项目上 获得奥运会金牌 截至今天晚上九点 中国代表团以八金六银两同 在奥运奖牌榜上暂列第一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晚安